T672列车枪杀案 上 请大家安静一下 配合我的检查 拿出身份证和车票 等待我的检验 谢谢大家 警官你好 我也是一名警察 刚好我去检城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告诉我 谢谢你警官 应该没什么大事 那个小偷可能是混到这次列车上的 我挨个查验之后 应该就能够找到他 我想我应该可以对付得了他 好的 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 谢谢你警官 先生 请你把身份证和车票拿出来 先生 先生 醒醒 我们再检查身份证和车票 请你出事一下 你们 你们都不去路 不去路 你好 804特别调查组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你好 我是汉东铁路警察局的马成涛 我们在从汉东去往锦州区的T672次列车上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我们的一位铁路警察被人夺了枪 还被这个罪犯给打死了 他现在挟持了五个人质在列车里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你们的帮助 马警官 你稍等 我马上给你转接我们的艾组长 您好 我是804特别调查组的艾红旗 我刚听了大美的报告 你们的列车现在还在运行中吗 我们已经紧急叫停了列车 现在我们的同事正在车外准备解救人质 因为我们的列车刚发车不久 列车离你们调查组是最近的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给你们打来电话了 好的 马警官 你先别着急 你们列车上现在每节车厢 应该都有监控摄像头对吧 是的 警官 我们现在正通过这个摄像头 监视嫌犯的动向 大美 你可以把马警官他们的监控画面 调到我们显示器上吗 没问题 马警官 请您告诉我列车的编号和车厢号 我们是T672次列车的第八车厢 老大 我已经进入了铁路的监视系统 现在是犯罪现场的监视画面 好的 我已经能够看到现场的画面了 稍后我们马上去现场 谢谢您 组长 我们一会儿见 大美 能把画面往后倒几针吗 可以的 老大 志迦你看 这个嫌犯脸部肌肉是不是有些不对劲啊 老大 这个嫌犯面部迟缓 而且嘴角在向上抽搐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病人的现象 而且 他应该是在使用抗精神病治疗 一般治疗一年后 会出现他这样的状况 这么说 这家伙是个神经病啊 是啊 伊哥 而且还是一个挟持了人质 手上也有腔的精神病 等一下 你们看 前面座位上的不是雪儿吗 真的是雪儿姐 她今天要参加同学的婚礼 就是坐火车走的 不要多说了 陆毅志强 我们马上去现场 老大 汉东市铁路警察已经包围了火车 人质营救组和追击手业已经到位了 但是 他们对是否采取行动有些犹豫不决 目前还没有好的办法解救人质 现在警方和嫌疑犯通过电话了 已经通过电话了 但是 他说只跟最高级的长官说话 而且只限一个小时之内找到这个长官 现在汉东铁路警方 正等着你们去和嫌犯对话呢 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还有十五分钟了 陆毅 加快速度 我们要及时赶到 是 陆毅 开大灯 开警笛 让所有人都让开 尽可能靠近路障 我们等三十秒再下车 让嫌疑犯认为我们是最高长官 广杰 你听我说啊 你现在呢 应该放下枪 闭嘴 我不想听你说话 你必须听我说 我 我 我不想听你说 闭嘴 闭嘴 滚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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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别激动啊 我走 大姐 你男朋友是疯了吗 他不是我男朋友 那他是谁 他是你的病人 是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病人 对吗 对 我是他的医生 我本来是要带他去锦城 出席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研讨会 作为一个缓解极性精神病的成功例子 带他去做研讨 他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大夫 我们怎么能让他平静下来 现实中他从来没有这样爆发过 也从来没有这样暴力过 现在他很紧张 我觉得我们得让他觉得不那么受威胁 我们怎么可能威胁到他 他手里可有枪啊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只是最近感觉一直不太好 我的胃 你是怀孕了吧 可能是他 可能是他 光潔 我求你了 这个女孩子病了 你让他下车吧 闭嘴 坐下 坐下 为什么他只是坐在那儿 为什么不下车 过来啊 他车里疯了 组长 你看 别找火车看 你装作没有看到嫌犯 高级长官 是不会那么了解嫌犯情况的 你好 我是刚刚请求你们帮助的马城涛 你好啊 马警官 我是爱红旗 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嫌犯躲在车厢里没什么举动 我听说您的一个队员正搅在这个车厢里 他应该也没什么事 嫌犯有什么要求吗 提出过有什么需要吗 他说只想和高级掌握他 我们不知道怎样和一个精神病人谈判 只好等你们来帮助了 艾组长 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现在看他的精神错乱程度了 有些精神病相信政府给他们传递信息 老天爷 甚至还有外星人 相信他被外星人征目去拯救世界 我看过那类的电影 但实际上 很多那类电影都是错的 好了好了 博士 现在一个电影的评论帮不了我们什么 我们行动吧 抱歉 马警官 狙击手的情况如何了 我们在每个角落都安排了枪手 随时准备射击 好 我们可能要和这个家伙谈判 你让大家随时做好射击的准备 如果有突发情况 直接击毙 好的 艾组长 我们会准备好的 你现在需要和相反通电话吗 我们不要给他打电话 一般精神病都有强烈的异症 或者妄想症 他都相信秘密 如果他认为我们是刚刚到达现场的高级长官 他会设法联系我的 起来 起来 徐广杰 你放开他 他是孕妇 你要抓来抓我 广杰 你看着我 在这里你没有任何威胁 你真要挟持谁的话 你抓我好不好 我 我就要他 让他给那帮警察打电话 听着 除非我让你说的 不然你一个字都别说 说了一个字我就杀了你 别想他们泄露任何的消息和密码 听明白没有 密码 什么密码 我说密码就是密码 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我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艾组长 报警中心刚转机过来的电话 是火车上打来的 好的 谢谢 你好 他想知道你是谁 他想知道刚到的那个人是谁 告诉他 我是可以帮他解决问题的人 他说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 你问他为政府哪个部门工作的 你为政府哪个部门工作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为政府工作的 我们比任何部门都更加的权威 什么部门 他们为谁工作 我 我问他们是不是国家安全局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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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国家安全局的 要不他可以自己问我 他说 他说你可以自己问他 你 你 告诉我你是谁 不然的话 这个警察死定了 你知道我是谁 如果你是那个高级长官 那你可以移除他 那得花点时间了 我要他现在就被移除 你知道 这不可能这么快完成 如果你执意要抢人所难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 不 等等 好吧 一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移除他 不然我向上帝发誓 我会杀这火车上的每一个人 他 他想要转移他 艾组长 他说的是个什么弄想 我也不知道 可我们还得争取一个小时搞明白他 艾组长 我们还剩下四十分钟 志强 在一个神经病的脑海里 什么类型的妄想是最常见的呢 老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幻想 他们由于人的经历不同而不同 这个没有固定的妄想的 傅大夫 外面的探员要知道他想要什么 要移除的东西是什么 这方面你知道什么信息吗 他 他觉得政府一直在观察他 监视他 他本来就监视着 监视我们所有人 这本来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医生 他会杀了我们所有人的 不是吗 不 他不会伤害我们的 他 他刚才应该只是觉得那个警察有枪 他觉得那威胁到他了 为什么这么热 你在这个车将劫持我们 当然会热了 我 不 广杰 他没有恶意的 你别紧张 你看 你就快要把他移除了 他就在你的手臂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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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手臂上 我要把他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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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强 把镜头推进徐光杰的手臂 看他手臂上那是什么东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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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移除 的 是 我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